一般上如果我的朋友讲要买一辆可以代步的车子的话 我都会跟他讲你去买 Saga 或者是买 Beza 啦 我相信啊 大家都对这个 Beza 很熟悉的 可是这个 Saga 刚刚推出一个再次的小改款啦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小改款的 Saga 这一次改款又改了什么东西 然后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对 Saga 的看法 因为这个 Saga 确实是一辆很有代表性的国民车啦 所以你是在考虑买 Saga 吗 或者是你已经买了在等车 那么这一期影片就不要错过啦 OK 首先我们来讲这个外观设计 这个 Saga 小改款这一次是改变了一点点东西 包括了你可以看到因为我们这个是 Premium X 最顶级版的车型 它这边有一个红色的四条 然后总为换成了圆形的老虎头logo 其实从这个前脸看我觉得这个 Saga 是非常好看的 我甚至觉得 Saga 的设计好看过另外一款 Proton 的 Sedan Persona 然后另外因为它是这个 Premium 车型的关系 所以它下面还有一个空力套件 旁边也有侧裙 然后这一个这个日间行车灯呢 我真的觉得很好看 它的这个日间行车灯的质感完全不像一款只卖十万多块的车子 这一点还是要点赞的 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Proton 在做 Saga 的时候是特别用心的 OK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一个它的这个轮圈设计 这个轮圈很多网友戏称它叫做烽火轮 我觉得设计是不错 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原本那个 AMG 的轮圈 然后它的这个尺寸是给你到 15 寸的轮圈 所以以后你要更换轮胎的话 你的轮胎选择会比较多一点 我自己本身的车子一开始就是因为它是这个 14 寸 所以轮胎选择不多 到最后我自己要就是去升级那个轮圈 我才可以换到更好的轮胎 OK 了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个尾灯 还有这个尾部的设计 这个尾灯跟尾部设计基本上跟之前也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边变成了 Piano Brake 这一次 Proton 很喜欢 Piano Brake 然后这个 Proton 的字样其实看起来有一点点 Premium 然后再往下看的话 下面也是采用这个 Piano Brake 居多 我觉得这个 Saga 的车位还蛮 ELEGAN 的啦 你有什么看法你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知道 然后还有一点是这边有这个倒车摄像头 然后这一次它终于加入了这个电磁阀的开启 只是我找不到那个楼 OK 在这边 按一下就可以打开 然后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 Saga 的尾箱空间 其实表现是不错的 不过它不支援六四分离倾岛 而是整片倾岛 不过就好过没有啦 等下跟大家示范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车后箱的空间表现 基本上如果是小家庭的话 我觉得这个空间表现是非常够用的 这个电磁阀的加入呢 好评 非常非常的实用 最后就是要讲到这个 Side Mirror 这个 Side Mirror 我印象中 好像是从 2011 年 Proton Persona Facelift 用到现在 可能设计是老了一点 不过它这个 Side Mirror 它的 Signal 亮起的时候 其实还是很好看的 这个设计我觉得 比现在 Proton 很多车款的 Side Mirror 都好看 OK 接下来进来这个内装过后 来讲一下这辆 Saga 的内装 你看起来你会觉得它跟这个 小改款间好像有不一样又好像有一点一样 它不一样的地方又是多了这个 看到吗 引擎启动键 不过我很好奇我一开始以为引擎启动键应该是在这个地方的 因为这边有一个洞 可是它竟然跑来的这边 这样子按起来其实这个使用的感觉不是太好 然后接下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冷气的红线 然后这个 Meter 也有红线 Steering 上面也有红线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触屏主机 我觉得触屏主机使用起来的感觉还不错啦 最起码我觉得这个使用起来的感觉会比Iris 跟Persona 更好 只是缺点就是如果太阳真的太强的话 这个 Screen 会看到不是很清楚啦 不使用起来很流畅 然后也支援这个 Mirror Link 的功能 讲老实话 这个三四万块价位的车子您要求 还有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有点不实际 但是有 Mirror Link 就可以勉强接受了啦 不过这个 Mirror Link 其实也不算太好用 不过好过没有 然后我接下来往下看 这个冷气的控制面板终于舍得换了 虽然讲这个手感没有很好 但是使用起来的这个便利度还不错 你看这个是我的驾驶桌子啦 如果我要调整冷气的话 基本上还是揪手的 这个比起小改款前要好 然后这边下面有了很多置物的空间 你可以看到我杂物一堆 我的 Smart Tank 我的锁石等等 全部都在这边 然后它有一点做得很好 就是它的 USB 口放在这边 就是你要连接手机的话 你的 USB 是通过这边连接 而不是在这个 Screen 上面 这个就比很多的大品牌做得更好 然后这个排档杆也是一样咯 大家熟悉的排档杆设计 然后同样的也是这个普通的手刹车设计 这边有点空位可以给你放东西 例如讲你可以放钥匙 可以放皮包等等 然后在后面 这边还有两个 USB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位置可以给你放Cable 然后这个座椅的质感 它虽然也是这个皮革加绒布的半座椅质感 不过这个座椅的整体的乘坐感受 我觉得会比其它的主要对手 Beza 更好看 OK 接下来换一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 OK 现在这个就是我坐在这个 Saga 的乘坐表现 你可以看到虽然这个椅子的椅背是短了一点点 不过基本上支撑性还是很够的 然后加上这个椅子 脚垫这边 脚垫的支撑也很够 所以坐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如果讲你今天是在考虑一辆代步车的话 然后你是一个时长长途驾驶的人 那么我觉得这个车子还是蛮适合你的 因为它的这个存坐舒适定 悬吊的稳定性等等都还不错 OK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前座的空间表现 接下来还有一点我觉得这辆车做到不错的地方 我觉得这辆车还有一个做到不错的地方 就是这个阅读灯 你可以看到 LED 的哦 这个阅读灯其实做起来感觉还蛮 很豪华的 其实这个是从某一些吉利的车款拿过来用的啦 但是Whatever 好用就行了 看起来是不是很帅对不对 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这款车的这个座椅的高度比较高 所以其实你现在看到的视野就是我平常驾车的视野 我的视野会被上面这个东西顶到 所以有时候我驾车会比较辛苦一点 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我的身高大概是180亿左右 如果讲你的身高没有我这样高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你应该不会遇到 所以这辆车对于高升高的朋友来讲 可能会不是那么友善 而且这个steering的角度 如果我看这个meter的话 这个steering的这个灯跟signal的灯就会被顶到 不过这个车还有一点点进步的地方 就是这一次saga终于支援这个one touch signal 看到吗我推一下子它就会三五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配备 这个是之前saga上面看不到的 然后还有一个让我很感动我要流眼泪的升级 就是这一个啦 Auto Down的Power Window 终于有了 不过它还是没有Auto Up Auto Up你还是要拉着 这个是以前saga都没有的东西 所以这是它补习了 它有Push Start 它有Auto Down的Power Window 然后它有one touch的Signal 我觉得这个saga的这次升级 还是我比较满意的 最起码比起Iris Persona还要好 OK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saga的后座 它同样的没有这个独立的头枕 我觉得没有独立的头枕 不只是这个舒适上会被影响 而且这个安全性可能也会有一点影响 因为如果真的不小心发生意外的话 这个头枕如果没有办法支撑你的颈部的话 其实会造成一点点的危险性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saga以后要注意的东西 然后这个座椅的支撑性 我觉得同样的是好过saga的 最起码你看它是软的 你看我的手压下去它多么的软 所以做起来的感觉同样的也不错 但是因为这辆车的走距其实很小 它大概只有2465mm 比这个Iris Persona小了 应该有90mm左右 所以它的这个空间表现其实还算是 普普通通啦没有到很好 你看我的脚部空间 4个指头 然后我的这个大腿基本上是全空的 所以高的人坐在后面是比较不舒服的 不过这个座椅的柔韧性 柔软度我觉得还不错 而且你看到我这辆车还很新的 它们连这个 都还没有湿 OK 接下来就跟大家示范一下 刚才讲的倾导 基本你按一下 再按下这边 你这个整个椅背就可以倒平 那么你要放这个大的东西 基本上是还可以放得 呃 虽然讲做不到64 因为64的成本真的会高一点点啊 但是我觉得好过没有啦 是可以用的 你看 嗯 当回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实用 在影片开始之前 我先跟大家讲讲 我跟这个Saga的故事 因为其实我对Saga是有特别的感情的 我为什么这样子讲 首先 我第一次在女生出门 我就驾的是Saga 而且是那种老Saga 那个叫Saga LMST 那个是我家人的车 所以 我从那个时候起 我对Saga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所以 我对于Saga呢 我是特别特别的有求留意 不管是新一代的Saga也好 还是这个Facelift的Saga也好 所以我对它们都是非常的了解 然后 我现在讲回这一个 呃 试驾的感受 虽然讲我有一点点 童年滤镜在这辆车上面 可是我必须承认的是 这辆车真的是好驾 首先你真的是很难去想象 一辆S-Segment的车 可以有这样子的操控表现 就是Proton的官方 一直主打这辆车 就是很适合你跟家人朋友一起出门玩 然后它可以给你很不错的舒适性能跟稳定性 其实这一点是真的 Saga在 其实Saga的车身重量并不是很重 它大概是1100公斤里面 确实是蛮轻的 可是它跑起来的稳定性 基本上不会输那种B-Segment的车款太多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Saga 一个很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Saga 很值得称赞的地方 然后第二点就是 它这个悬吊表现真的是非常的舒适 它的悬吊表现比Iris Persona还要舒服 这个真的没有开玩笑 我真的是觉得 Proton的Engineers是有在做工的 他们是真的很用心去调教这辆车 所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明明定位更高的Iris 跟Persona 它的这个悬吊的舒适性 一定会输给Saga Saga的悬吊表现 我夸张一点讲 它甚至不会输给C-Segment的车款 那种Multi-Link的车款 然后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是走在这个 从Puket Yalu 去Sungai Persie的路段 那一段路走过的朋友都知道很鬼烂 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悬吊 要牺牲碎震的这个程度真的是很好 就算我刚才开到时速80 我过这种大高药的第一年啊 它的这个悬吊吸震 都非常非常的出色 甚至是这种连接带你冲过去 根本都没有什么感觉 它真的是让我觉得好Amazing 好舒服 这个是我很驚喜的地方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辆车的隔音 这辆车的隔音 同样我也是觉得比Iris Persona 好 其中一部分的原因 我觉得是换了4AT 所以它没有那个CVT的拉车的声音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这辆车的这个底盘本质真的很好 再来补充一个小知识给大家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这个Saga的底盘其实是原自Proton Savvy 也就是2005年的车款 所以到现在 尖叫尖尖尖它应该有一个17-18年了啦 可是这个底盘还是那么的出色 所以你真的要佩服 那个时候的Proton在这个底盘方面 真的真的是很用心 然后接下来这辆车我还有一个要称赞它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乘坐的感受 虽然讲我刚才在前面我有讲到 我的这个视线会被这个steering 顶掉 不过你还是不能否认 这辆车这个驾驶的坐姿 是真的比Veza好很多啦 做起来我这个身高18亿的人 做起来除了视线有点折挡以外 做起来的感受还是舒服的 然后接下来我就讲到C-Roll 就是它的这个480的表现还有它的Handring Handring Handring是Proton一直以来的主打卖点 可是自从Proton被吉利收购了 差不多一半股权之后 Proton的车款Handring就感觉 开始有点停摆没有像以前那么出色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Saga是 保留完整的保留了Proton Ride and Handring精髓的车款 这辆车的操控表现真的是很出色 我还要是要讲那句 我觉得它的操控表现比起Persona还好 甚至比我的Iris还好 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7年的Iris车主 所以我对Proton车款是很了解的 可是我开这辆车每开一次 我都还是会觉得这辆车真的是 每一次都在impress我每一次都在惊艳我 它的操控表现非常非常的灵活 然后基本上在弯道的时候 它会有侧倾没有错 但是基本上都是可以给到你一定程度的安全感 这个是我最最最 surprise 的地方 你要知道这辆车起步价才三万多块 最顶级才大概四万五左右 可以给到你这样的操控表现 已经非常非常的足够了 这辆车真的会很适合你去体验一下ProtonRide and Handring 不过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可能下一代的Proton车款就不会再有 那么极致那么出色的操控表现了 真的是有一点伤心 不过这辆车还是非常非常值得称赞的 OK 我现在在过这个减速的蹲 你看 你从画面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抖动 其实就是一过去就没有了 这个舒适性 真的已经接近C Segment 我真的没有再夸张 这个我是觉得Saga 最强的地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操控表现 这个steering 的跟收度 这个steering 是非常非常的灵活 就算这边很多蹲 然后这边很多这种弯道 这辆车基本上都是应付自如 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这辆车的操控啊 OK 这边的路其实没有到很美 它除了可以考验这个 Saga 的悬吊之外 也可以考验它的 handling 就像我讲的 看我的 RPM 我 lap到那么高 4000 转 其实那个声音出来也不会到很吵 这一个 嗯 Good 所以咧 Proton 的 Engineer 真的是有在做工的 只是可能有一些地方没有那么给力 但是他们的这个 effort 他们的这个努力 还是真的值得被肯定的 不然的话 这个 Saga 不能够卖到四五千两一个月啦 OK 接下来我们到了比较这种极端的路况 比较多弯 我们来试下这个 Saga 的操控表现 大家可以从我的 POV 角度看出去 这个 Saga 的表现真的是会让你 Impress 的 可以看到 OK 80 了 这个弯道它还是可以 hold得住 OK 进弯 前面有一个 90 度弯 OK 我收油 然后 Rose 转弯 Surprise 吗 有 Surprise 到吗 Saga hold得到这个 1 哦 所以 Saga 不只是兼顾到舒适性 它的操控表现 同样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OK 接下来 我就要讲这个 480 的表现啦 这个 480 其实在 2019 年 它小改款的时候 我就有讲过我很不喜欢这个 480 如果相比起 Punch CVT 我更喜欢 Punch CVT 的 Saga 然后当时就有一些 Viewer 讲 我不会 Proton 我不明白 Proton 可是当时实际上 我已经加了四年多五年的 Proton 他们竟然讲我不明白 Proton 可是我必须讲的是 当时这个 480 的调教真的是不大行 它的这个逻辑很混乱 该退压的时候不退压 不该退压的时候 它又还是不退压 所以我当时就真的很不喜欢这个 480 不过我很 Surprise 的 是这一次的这个小改款 他们对于这个 480 是有重新的调教了的 我又不小心 Show 了一下它的操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画面 OK 我继续讲我的变速箱 这次变速箱的反应有积极了很多 在很多应该退档的时候它会退档 不会再像以前这样 你踩到那个油门 你踩完 full throttle 它都是不要退档 所以会造成那时候 那个车辆的这个动力衔接很不足够 这个是我很不喜欢那时候 Saga 的原因 可是这一次这个 Saga 小改款 他们终于去修正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接下来 还是有一点点要吐槽啦 就是这个变速箱 虽然讲它比之前的换挡速度快了很多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遇到不想换挡的情况 例如讲你在爬坡的时候 你真的是把油门踩到完 它还是跟你那边慢慢推慢慢推 然后它才把你推压 所以这个时候会 如果是讲你在割车的时候 真的是会影响你这个割车的表现 这一点是我觉得比较不好的地方啦 然后接下来我要再补充一点点东西 第一点就是这个 Saga 其实是支援 Sport Mode 的 你把它拉去 S 档之后 这个档位就会 Lock 在 3 号压 也就是说它可以允许你 拉更高的 RPM 来释放车辆的动力 只是相对的你的油耗也是会飘高啦 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 我是不建议各位用这个 S 档来开车的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点就是该我也是有讲到的 这个 Sign Mirror 是从 2011 年 Proton Persona Facelift 用到现在 除了我觉得 Design 很美之外 它这个大面积 真的是可以让你在开车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好的可视面积来看后面 这个是比起我的 Iris 跟 Persona 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我甚至甘愿 Iris Persona 继续用回这一个后视镜 因为这个后视镜真的是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其实对于 Saga 我个人是很有感触的 我觉得这款车才是一款真正的继承了 这个 Proton Ride & Handling 精髓的车 你不要看它只卖三四万块 其实它给的东西是给很多 Proton 车款都给不到的 尤其是它的操控表现我真的很喜欢 我觉得现在的 Proton 它们可以没有 Iris 可以没有 Persona 但是 Saga 是一定要保留的 Saga 对于 Proton 的这个 标志性就可能很像 Pro Duo 的 Myvi 然后像 Toyota 的 Corolla 像 Honda 的 Civic 像 Volkswagen 的 Golf 一样 所以 Proton 真的不可以没有 Saga 目前这款车其实从 2016 年开始卖卖到现在 应该有一个 6 年 7 年左右了 理论上是应该大改款的 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听到任何关于 Saga 大改款的消息 我其实是希望极力能够让 Proton 自主研发 Saga 的大改款 其实马来西亚消费者要的不多 你可以用回这样的平台 但是你给我们一点比较 Modern 的外观设计 比较 Modern 的内装设计 我觉得这样子就足够了 然后保证这个低廉的保养费用的话 这款车还是一款国名车 我是真的觉得 Saga 是应该被保留的车款 当然我这样子讲不是因为 Saga 可能要停产还是什么 这款车还是很好卖 每个月还是可以有四五千辆 所以这款车除了便宜以外 它的 Packaging 整得很好 至于 Saga 跟 Beza 要怎么选择 如果讲今天你是一个很常在市区驾驶的朋友 那么你可能会选择 Beza 好一点 可是如果你市场跑长途 对于这个长途驾驶有需求的朋友 Saga 就是你的最佳选择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by bwd6